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无相之水的五的成就 我们需要一个满能量的岩阻 好,准备好之后我们来打抬地图 我们来到珊瑚中上方这个提皮点 如果小伙伴们持终宅底这个副本胎了 也可以从这边走 我们来拿上地的雷种子 之后顺移上来 把视角转到西方向 然后从这游落来 跳下去就可以找到那个无相之水 我怕有的小伙伴没有开那个副本 我们一起从地的提皮点走 到了提皮点之后我们朝东方向走 先飞过这两个悬崖 然后继续炒起来 来到这之后可以看见这极端解谜 我们来到极端解谜旁边跳下来 开翅膀 上向脚底 我们去下面地的平台 来 我们降到肚 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洞窟 我们走进来 沿着路一直走 就能找到我们的无相之水 我们先过来激活它 激活之后 它会分泌出两个小水史莱姆 我们的第一个成就 是不能击杀水史莱姆 其中有一个深蓝色它会爆炸 它炸了不算我们杀的 另外一个浅蓝色的 它会持续给怪物回血 我们的有些成就和它有关 吃三次这个它浮出来的回血的球 刚才吃了第一个 然后等转物拉远一点 我们来吃第二个 深蓝色那个已经爆炸了 所以不用转它 其实第二个 在吃球的时候 我们注意躲避一下怪物的技能 就是第三者 吃完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一个成就 然后我们来找无相水 等它变成海豚 冬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激烈一下 就能获得第二个成就 第三个成就是 把它打进复活状态 它会生成 伤着水史莱姆来套进 接着我们拿出炎主 对准其中一个 释放大招 把它们挡住 如果没挡住的话 用荒星 其中一个回来了 那我们重新来一遍 不用累着离场 张才已经有两个被我们挡住了嘛 然后这次就是再把它打进状态 我们只用挡住一个 挡住一个就很简单了 它移动的时候 我们砸下荒星就行 别把它打死 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三个成就 张才我们没有击杀那个水滴嘛 所以会一起获得第四个成就 第五个成就 野兽小伙伴们一起击杀无相子水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雷鹰权限的四个成就 准备一个输出型的中建角色 别的没什么要求 然后我们来到天云卡下方 这里的体皮点 这里的体皮点是需要做完任务才能解锁的 每做任务的小伙伴应该登不到这里 这里带上雷种子 我们顺移过来 第一个成就是需要在 我们冬季它之前被它烫测到 就是我们先不要打它 等它复苏 之后它会扔下几颗烫针 这个烫针装于我们的第二个成就 我们不要去动它 就站在它周围 直接被它的这个圆圈侦测到 就能拿到第一个成就 第二个成就是装于烫针的 我们在击败它的过程中 不能被它的烫针侦测到 它的烫针只有浅一段 它烫测到我们之后 就会变成第二个形态 直接开始动机我们 第一个形态它是不会动的 之后我们对它进行输出 在输出多程中 它会产生电龙 我们躲一下 下一成就就是在击败它之前 不能被它的电龙打到 其实挺好躲的 下一成就是在它飞翔的时候 把它击败 我们先压它血线 之后拉开距离 它就会飞起来 我们再用中剑角色 对它进行输出 就能拿到这个成就 最后一成就 也收小伙伴们一起 讨伐雷鹰权限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 我们来收集雷军周本的成就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雷元素角色 再准备一个输出角色 然后我们来打开地图 来到记得 梦想乐土之意 这个副本是需要做雷电将军的传输任务 第二章做了才会有的 我们来选择最低难度 六十几届的 之后开始挑战 小伙伴们要试纽 钟离温迪或者望夜能腾通的角色 最好戴一个 来之后我们对它进行输出 等它开始场成分身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去找挥出两道剑气的 挥出两道剑气的就是它的真身 我们多来打破它 就能拿到第一的成就 正法长夜 继续对它进行输出 只是等它变成第二的形态 第二的形态 有一个秒杀技 小伙伴们要小心 是这个 我们用雷元素中继地的花团 回来打破 要不然的话 你的角色又会被秒杀 来我们继续对它进行输出 等它开始向地上放出伤的状头 我们跑到中间 然后来回的跳跃 跳跃加前进 这样比较容易躲掉 把所有的这个金当波都躲了之后 就能拿到我们的第二个成就 最后一个成就 也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击败雷电将军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